大家好啊 这个最近就是想想大家呀 就是都在这个网上看到 或者是路边看到一些小广告 就是一些巡赏令 就是一些通缉犯呀 如果你举报的话呢 会有一定的这个赏金 从网上和这个先是路边呢 都能看得到 这些通缉令怎么说呢 就是十来百万就是起步吧 结果就是在刷平台的时候呢 就是看到了一个逃犯的赏金 居然只有四元人民币 这个不得不说 这个逃犯就是举报 是公民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内的事情吧 结果就是说这四块钱吧 也不是嫌这个钱少 就是觉得这个逃犯呢 就是怎么才值四块 四块钱呢 值四块钱 就是感觉 不被重视的时候呢 就是说没人在乎的时候 看到这个呢 就是 这个需要重视一下 四元 不过有这个人在这个评论 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吧 现在这个已经涨价了 就是说五块钱了 就是这些年来吧 这个猪肉价格都涨了 没想到这个只涨了这个一块钱 就是听到这个就是有人感觉恐怖的也要落泪了 就是说自己竟然就是值五块钱 不过现在已经涨到了这个二百四十元了 就是浏览了一下这种犯罪人员这种名单呢 看到这四块钱呢 竟然还不是最低的价格 你以为就是一块钱 或者是两块钱 或者三块钱 不对 竟然就是说不要钱 免费 就是因为就是诈骗嘛 不过就算是不要钱 如果就是真遇到了 也会给这个黑门 给他们就是说一声嘛 说一声 后面就是被曝光了 这些就是不是官网制作的 是这个民间制作的 就是说人民这个赏监负责人 就是说了 这些人呢 这个官方网站中呢 确实找不到 这个嫌疑人呢 就是摆在那里 有关注的 有和这个悬赏 还有就是纠错 属于是自由打赏 相信就是感觉 有给大哥主播就是打赏 这个位呢 就是差不多 差不多 如果有人就是看到了 就可以选择打赏一点钱 如果就是嫌疑人呢 落网之后呢 聚邦人就可以领取这个大赏的金额 没人领 这个领取啊 就会捐给这个福利机构 不得不得不让人就是佩服这些人的这些大脑 非常牛啊 非常牛 也有人就是说 这些呢 都不是官方发的 这些人呢 不知道是真实 是不是真实的坏人 最关键的就是那个悬赏 就是悬赏的 就是会捐给这个有关这个机构吧 但是到底捐没捐 谁知道呢 对此啊 就是很多人就是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欢迎就是交流一下 下方就是留言一下 每天互动一下 谢谢大家收看吧